下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热化学 thermal chemistry 那我们讲过说化学反应当中可能会伴随能量的变化 对吧 那么在这一部分当中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样的变化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能量 能量的话大概可以分成这么几种 首先呢有叫做kinetic energy 动能 然后还有potential energy 势能 大家注意我说的这个动能跟势能都是什么呢 都是宏观上面来讲的 对吧 也就是说整个物体 你比方说这个风刮过来 对吧 风刮过来 然后我们那个空气 我们研究整个一大块空气 它是有动能的 这个意思 这个考虑的不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分子动能 大家还记得分子动能是多少吗 假设考虑理想气体的话 分子平动动能 E应该等于2分之3NRT 对吧 那个这个部分分子动能跟宏观的动能 它们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包括分子势能跟宏观的势能也没有什么关系 宏观的势能那基本上来说就是什么中离势能之类的 是吧 你把一个东西放在高处 它就具有这个势能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就叫做internal energy 也就是所谓的内能 内能其中就包含我们这个东西 是吧 分子动能什么的 然后内能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什么呢 分成热能 thermal 然后还有叫做chemical 所谓的化学能 那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 我们就先不跟大家多说了 那这个东西我们发现一半实际上是2分之3NRT 它是直接跟温度打交道的 是吧 那么温度 热这些东西 它们都是相关的 因此也就是说 这个2分之3NRT或者说是分子动能 这一部分实际上是算在热能里面的 是吧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我们首先要选定我们的研究对象 这个话曾经跟大家应该提到过 就是说我们选定一批物质 我们管它叫做我们的什么呢 叫做system 我们的系统 对吧 系统以外的部分 不是我们系统的部分 叫做什么呢 叫做环境 surroundings 也可以叫做这个environment 是吧 环境 那么也就是说是系统 我们在全宇宙当中圈出了一小块 当作我们的系统 然后没有被圈到的这一小块 剩下的全宇宙当中的部分 就叫做surroundings 就叫做我们的这个环境 然后环境显然应该是远远大于我们的system 对吧 那么我们去研究这个system 把system 把我们的系统 所以我们研究对象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它列一个能量守恒 这个能量守恒 列出来最后是这形式是这样的 energy conservation 是吧 能量守恒 这个结论也叫做所谓的热力学第一定律 叫做derta u 总能量 是吧 这个能量我们用u来表示 derta u等于什么呢 derta u等于q 也就是说是跟热相关的 然后再加上w w就是work 也就是说是工 所以就是说我们再说一遍 这个我们指的是哪里的能量变化呢 我们指的是系统的能量变化 系统能量变化 由两方面来决定 是吧 一方面呢 是系统的吸热 还有一方面呢 是外界对系统所做的工 是吧 外界对系统所做的工 大家从平常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 我怎么着让一块东西能量增加 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让能量增加 一种方式是说把热传给它 是吧 比方说我今天把一块热的东西贴在我这个系统之上 过一会我这个系统变热了 变热了能量就变高了 这是一方一种方式传热 还有一种是什么 还有一种是做工 你就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气体 对吧 假设说我们这个呃 它内部是怎么样的 它这个容器壁是保温的是吧 我往下压 往下压 然后这把它进行压缩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见它的能量应该是增加了 也就是说是做工也能够使得让能量增加 是吧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呃 Q啊 也就是说是传热 这个传热呢 我们管它叫做heat 是吧 热 那么这东西怎么来计算呢 它这个东西直接是跟温度挂钩的 Q等于C乘以一个derita T C叫做热熔 heat capacity 对吧 写一下 heat capacity 热熔 然后那么热熔就是衡量 是热熔 热熔就是衡量说我们想要使得我们这一块物体 你比方说上升一摄氏度所需要的能量 对吧 那么这个就叫做热熔 然后有时候我们不是想研究这一整块物体 而是想研究这个物体 呃 它本身的性质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不希望受我物质的量所影响 那我有可能会把这个C给它进行皈依化 我们去研究一摩尔 或者说是单位质量的这个物体 它的热熔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定义两种热熔 大家注意 我这个C基本上来说是一个大写的C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叫做小M乘以小C derita T 那么这个小C就是什么呀 也就是说是小M乘以小C得大C 那小C是不是就是单位 呃 单位这个质量 单位质量的物体所具有的热熔啊 对吧 那么这个叫做比热熔 Specific Heat Capacity 这个大家应该在初中 可能是物理吧 学过是吧 Heat Heat Capacity 那么这个东西它的单位 我们简单来分析一下是什么 首先说这个热熔的单位 就是热的单位 我们知道说热的单位跟宫的单位应该一样 并且跟能量的单位一样 都应该是什么呀 胶尔 对不对 胶 如果用国际单位质来说的话 那么呃 它的单位是胶 然后T的单位 就是它T的单位 我们比方说用开尔文 那么C就是胶每开嘛 对吧 它的单位就是胶每开 然后小C的单位呢 那就是胶每千克K 对不对 什么意思 想要让一千克的物体 产生1K的这个 升高1K温度 我需要的能量 对吧 这个叫做Specific Specific Heat Capacity 我们的比热熔 然后还有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去研究所谓的摩尔热熔 也就是NC bar 这样 一般来说 在我们这个化学里面 习惯把这个什么物理量 如果说是摩尔的话 我们就往它拿在顶上 加一个bar 是吧 NC bar 然后再乘一个θT 也就是说C bar是什么呀 C bar就是说是单位物质的量 比方说是一摩尔 一摩尔物质 它的热熔 对吧 一摩尔物质的热熔 好的 那么简单介绍一个最经典的热熔 那就是水了 CHRO等于什么呢 它直接定义成叫做E卡路里 然后每开每克 是吧 所以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想要让一克的水上升 一开或者说是一摄氏度的温度 我们需要E卡路里 这个热量 那你从某种程度上 你也可以说这个东西是卡路里这个单位 热量单位的定义 然后那么E卡路里究竟化成国际单位 这是多少呢 是多少胶呢 它实际上是4.18 差不多这么多胶 4.184 胶每开每克 是吧 好的 然后在研究热化学的时候 我们经常用一个什么量呢 叫做含 anthropy anthropy 它怎么说呢 H等于U加上一个P乘以V 是吧 H等于U加上PV U就是我们所说的能量了 我们所说的能量 对吧 然后PV呢 那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PV我声称它是具有能量的量刚 大家简单看一眼 是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P的单位是什么 比方说是牛眉米方 对不对 然后V的单位呢 比方说是米三次方 那么这个东西一成得到什么 得到牛米 牛米不就是胶耳吗 是吧 所以PV它也是能量的 具有能量的单位 因此我们强行把这个PV 附在U身上 得到另外一个量 那么这个H本身也是跟 具有什么样的单位啊 也是具有能量的单位 对吧 在我们计算的时候 由于我们经常是在一种什么条件之下来发生化学反应呢 在横压条件之下 是吧 你比方说在这个大气压之下发生的条件 所以这个时候在横压的情况之下 这个含往往比较好用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它比较好用 Constant P 在假设说是这个 在假设压强横电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一看含变 含变呢 那根据我们的定义 ΔH就应该等于ΔU加上PV 对吧 那自然我们可以把它分开 变成叫做ΔU加上Δ的PV 等于ΔU再加上ΔPV ΔPV 然后呢 这个P是横定值 对吧 因此ΔPV 这文案P就可以提出来 变成P乘以ΔV 我们再多写一步 等于ΔU加上P乘以一个ΔV 这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另外呢 ΔU等于什么 ΔU等于根据我们上面这个能量守恒 它等于Q加上W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等于Q 然后再加上一个W 是吧 那么W又是什么呀 W 我这里加一个P吧 表示说是在横定压强之下的 是吧 W 然后再加上一个P乘以ΔV 但是W是什么 W我们讲过 W是这个 比方说我们研究的是理想气体 是吧 理想气体 那么研究理想气体 也不用理想气体 反正就是研究气体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找那个系统 我们的系统这么来定义 对吧 外界做工应该怎么来算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说用Y压强PEX 然后乘以我们体积变化 对吧 然后但是要加一个负号 为了让这个负号对得上 所以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现在在横定压强的情况之下 那怎么样啊 那外面这个压强就是一个横定值 对吧 这就是横定压强的含义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直接就可以把它写成 负P嘛 对吧 负P DV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东西应该等于QP再减去一个P DV 然后再加上一个P DV 但是两个P DV是不是就消了呢 所以直接等于QP 对吧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横定压强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含变就等于此时的西方热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研究西方热可以考虑通过含来研究 这样的话有些情况下可能比较简单 因为含这个函数是一个叫我们热力学上面叫做状态函数 是吧 就比方说我们有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有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无论中间经过了什么Path 无论中间经过了一个什么路径 我从这个点到了这个点 那怎么样呢 就是其中的ΔH是一样的 是吧 其中ΔH是一样的 它这个H是一个状态函数 也就是说H只是随你的某一个状态而定的 跟你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之间所走过的这个路径是无关的 所以用含变 用含以及含变 有时候来研究这个问题比较方便 那么ΔH 如果我们发现在一个反应当中 ΔH小于0 大家说意味着什么 ΔH小于0的话就意味着QP小于0 什么叫做QP小于0 Q我们说了是什么 是这个传热 对吧 是谁对谁的传热 是外界 或者说这是这个环境对于我们的系统的传热 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是系统嘛 对吧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外来的传热 所以就是说如果QP是正的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环境从外界吸收了热量 对吧 如果QP是负的 像我们说的这个ΔH小于0 那这个意味着我们的环境向外界放出了热量 那会让怎么样 就是放热嘛 所谓的放热 是吧 也就是说如果ΔH小于0 意味着我们的研究的反应是一个放热反应 Exothermic 然后那么如果说ΔH大于0 那自然就意味着我们的QP是正的 也就意味着什么呀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环境吸了热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反应吸热 反应是在系统上发生的 叫做endothermic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化学反应我们可以这么来看 是吧 有一些物理过程 我们也可以简单来说一下 就是物态变化 Solid Liquid Gas 它们之间的转化 是吧 这个关于它们之间转化的具体问题 我们之后还会略微的分析一下 不过在这里就是简单提一句 就是说 相对来说我们知道气体分子 是不是特别受限制 是吧 液体呢 怎么样 液体受一点限制 但是它受的限制比固体少 固体是比较受限制的 然后我们突破限制要干什么 你比方说所谓的融化 也就是说固体转化成液体 这个需要什么 这个需要吸热 对不对 需要吸热 需要能量 需要能量来把我所受的那个束缚 给它克服掉 大概这个意思 那同样从L到G 那就是所谓的气化 也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克服 我们之间的束缚 也就是说是 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要吸热的 那包括直接 有些情况下 我们可以直接从固体 来到达气体 那这个过程叫做什么过程啊 sublimation 这叫升华 是吧 所以就是说是 无论说是 我们只要是往右走 固体到液体 或者说是液体到气体 或者说是固体到气体 这些过程都是什么过程 都是需要吸收热量的过程 也就是说是 endothermic 对吧 或者说是 dh大于0 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反过来呢 反过来的话 就是我受了束缚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些能量 放掉了 对吧 无论说是这个 气体转化成液体叫什么 液化 对吧 液体转化成固体叫什么 凝固 这个气体转化成固体叫什么 凝滑 这些过程 他们都是exothermic 他们都是放转过程